她的减肥太疯狂 早晨跑六公里 晚上我就跑九公里 那时候几天都不吃一顿饭 就吃点菜 她的决定很伟大 我说你们都别争了吧 我是私肺 假如能费的算了 最好用我的 一个妻子倾尽全力地救护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又要借钱 又要减肥 还要工作 还要照顾孩子 一次生命因爱绽放的奇迹 所以马里过来以后 我给我老婆发了一点信心 老婆我还活着 如今面对妻子 一个拥有二次生命的丈夫 一次深情的致谢 又将表达出怎样的心声 7月24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证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李华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的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在节目直播期间 大家打开微信摇一摇 即可获得现金红包 和丰厚的礼品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美女主播 柴子璐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四 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艳怡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今天的故事 我老婆大我四岁 但是我最大的时候 她担心我不成熟 不能照顾好她 在一次父母亲密的时候 我承受她 会给她一生幸福 她可能的姐弟 我们照顾在一起了 但是这些年 家里发生的许多事 年龄的外全是她 一个人照顾 她为了真情 给我看病 米丁起草弹合的上班 如果没有她 我肯定活不到现在 这个家早就垮了 我没有 进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 让她跟我后面 说了这么多苦 我想对她说 老婆 谢谢你 是你把我撑起了这个酒 掌声有请妻子田志宏 没有 我主持人OS 刚看片子里边你干活 平时是短头发吗 好像 您今年多大年纪 40岁 您丈夫呢 她37 姐弟恋呀 是的 你丈夫三十七 怎么看着比我还大 我才四十呢 这么多年她生病了 尿毒症 尿毒症 对 几期了 最严重的那一期 六年了 六年都是你在照顾她 对 所以在片子里面所说的 她想来感谢你 这些年来的不离不弃 可能是觉得 我为了她受了好多的苦 她觉得有点亏欠我吧 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 也没什么亏欠的什么的 也不要感谢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我觉得受点苦 受点累都没什么 你有孩子啊 有 一个女儿 十四岁了 好 我们掌声有请 丈夫韩爱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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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夫人好 大家好 请坐 你这头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是病了以后吗 我一直就是这个发型 哦 37 对 患病六年 对 是你自己检查发现的 当时就是咳嗽 咳嗽就是夜里不能睡 但是到我们新人民医院去 吃了血 泡了瘾 结果第二天出来了 我老婆没有告诉我 因为她先知道我 得了这个病 她就在回去了 那个大坝上 一直哭到家 回到家面跟女儿说了这个事 女儿呗也跟她一起哭 我知道这个病的时候 是第三天吧 我的组织医生给我讲 你是得了尿毒症 但是我就梦了 我这么虔诚的生命 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但是医生就把那个 化音单给我开了 确实是到了那个 上目期 就是尿毒症期吧 五级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几年 九年了 孩子多大 九岁吧 你们之间感情已经很深厚了 对吧 所以其实听见她得这个病 你脑海当中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我说不可能吧 怎么身体好好的 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然后组织医生 他就告诉我听了 说这个病 现在暂时的办法就是偷袭啊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做顺移植 然后我跟我老公说 医生没有宣布你是个绝症 你就不要担心 我只要我有一次的力量 我肯定会帮你 你当时有这么坚定吗 但是我就想放弃治疗吧 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呢 因为这个病说实话挺化现的 我家本来就不服用了 那你就不断地劝他了 我说你不要放弃治疗 你放弃治疗了 我跟孩子怎么办呢 医生说了有办法的 你就不要不听了 我们一起创造这个奇迹吧 当时你们的存款大概有多少 也就二十几万吧 肾移植的手术需要花多少钱 四五十万吧 你是什么工作 我在纺织厂上班 个月三千块钱 那么怎么去维持这些透析 和筹备胜移植的手术费用 我白天在厂里面上班 然后我礼拜六 礼拜一天休息的时候 我就到人家那边去打零工 到他们那个工地 去帮他们搬搬砖 你啊 去搬砖啊 一次性搬多少块砖 我以前比现在胖 那时候力气大 那老板对我挺好的 他说你来搬砖 我也不给你寄多少块了 我就给你寄多少钱 一个小时吧 我就给你开三十块钱 一个小时 所以我到了休息的时候 我就立马赶持 帮他们搬砖 哦 有的时候我在家里 我女儿礼拜天休息 作业做好了 也帮我 我们一起去捡捡垃圾啊什么的 捡捡平平逛逛 嗯 平平逛逛 你这一天捡下来 能捡多少钱 捡几十块钱吧 也不是那么幸运 就是每天能捡那么多 还干什么呢 有乡村的那个厨师嘛 到人家吃盲菜 他们有的时候 缺那个端盘子洗碗呢 他们有了 就给我打电话 叫我去帮忙 老婆干这些事 你都知道吗 知道 心疼吧 那肯定心疼 看他现在膀子 比你膀再粗了 嗯 所以他这么努力的 去为你筹挫医疗费 你也不好意思不坚持质 对吧 对对 啊 女儿是不是也很贴心 女儿很贴心的 女儿爸说吧 是吧 我长大了 我想做一名医生 专制你这种病 嗯 但是我挺感动的 你们透析了大概多久啊 透析了四年 最终还是要换肾啊 等到肾缘了吗 没有 他现在还没有肾移植 他现在移植了 我的 这么巧 你的肾他能用 嗯 所以说你们是夫妻吗 肾配对 是好像是几万分之一的几率吧 嗯 是吧 你怎么会想到你去给他换肾呢 他不是生这个病好多好几年了吗 嗯 我们旁边也有个人 他移植了已经有25年了 身体都挺好的 我就心动了 我就想我们能不能也移植一下呢 然后我就回来了以后 跟我们家里人就这样说了一下 然后我婆婆第一个就说了 她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救他谁来救他呢 经不住他这样说嘛 我就跟他一起去了 我说不管妈 要么就去试试看 然后我婆婆配型是成功的 嗯 医生说也可以换 但是我婆婆年纪大了 我想了她年纪这么大了 这一生当中为我们操劳了很多 太辛苦了 我有点不忍心 年纪大了 我觉得换上次 效果也不一定有多好吧 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了 我说不如我吃试试看 我老公听了以后说 不行啊 你怎么能吃 假如有个什么事 我怎么跟你妈有个交代呢 我女儿跟我说了 她说妈 你们别争了 我还小 我说让我吃换给我爸爸 我老公听了就说 我怎么能要女儿的 我自己不活 我也不能要她的 孩子还小呢 然后就一家人 就在家里争来争吃的 然后我说你们都别争了吧 假如能配得上的 我最好用我的 你们一个老了 一个小的 我都不愿意让你们吃 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 然后在那边过了一个礼拜 配型结果出来了 然后我拿到那个单子 我一看 我就大概明白了 配上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妈妈 那会儿我妈妈心里很难受 就两个人 一个人在这边哭 一个人在那边哭 她说 你有没有考虑你自己啊 假如你患了有什么不好的孩子 怎么办 谁来替你把孩子养大 然后我老公身体不好吗 又谁来照顾他 我就劝我妈 我说医生 肯定有十足的把握 他才给我做这个手术的 我说你别担心了 然后我妈 他经不过我这样说嘛 他也没办法 他知道我这个脾气 认定的是轻易不会改变的 你爹呢 我爸他那个人比较乐像 他就是心里挺难受的 听见妻子配型成功 你内心是什么滋味 我说实话 又是喜悦 又是不喜悦 感觉有生的希望 但同时又很难受 因为要妻子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手术费用已经筹策好了吗 没有 还差好几万 然后跟亲朋好友借钱 虽然他们不说什么 但是看到他们那个表情 我也知道 他们其实有些人 他们是不愿意 不想借钱给我们的 因为说实话 借钱看病 跟借钱买房 买车不一样的 说得不好 假如这个钱借给我吗 然后我们手术失败了 说不定这个钱 就打了水票了 就还不上了 但是我的亲戚朋友们 看到我们两个人 平时 诚信度还是挺高的 不是 大家愿意借钱 主要是基于对于你 愿意拿自己的肾 救丈夫 基于这点尊重和感动 这是最重要 然后我们村里的人 听到了我们这个 配型成功的事 也觉得很高兴的 他们也都争着 捐款给我们 把我们策读了手术费 好人还是多 但是这个配型成功 并不一定说明 你的肾就一定可以用 配型成功了 我很高兴 然后医生又告诉我 一个消息 让我很难受 他说你体重超标了 减肥最起码要减30斤 才能手术 你多少减那会儿 160 要减到130 嗯 你现在多少减 我现在又胖了 要几个月之内减下来 看你自己 你减得越快 你就可以早点手术 那你减了多久了 我花了三个月 就减了30斤 史上最伟大的减肥 咋减下来的 来给我们传授一下 我们要减肥 早晨跑6公里 然后晚上我就跑9公里 然后在家在节食 我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吃一顿饭 就吃点菜 看到公公婆婆她们吃饭 我也想吃 但是我就忍着 我就走开 走到邻居家去趁门 有的时候夜里睡不着 肚子咕咕叫 就是实在胃难受 那我就起床喝一点水 这样减少那个胃的蠕动 她就不那么难受了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又要借钱 又要减肥 还要工作 还要照顾孩子 这些所有的压力 你怎么会撑得过来呢 我看到她那个 难受的那个样子 有几次都好像就出意外了 我想我再难我也要坚持下来 以后怕是没这种动力再减了吧 可能现在就没这个动力了 所以减肥都是为了爱 那段时间她减得那么凶 你在家里看着这些 心里特难受 对 看到减肥 我还刚才讲了几次 我说咱们放弃吧 这样太累了 真的太累 哪天做的手术啊 1606月14号 得先把供体取出来吧 对吧 把你的肾先取出来 是你先进的手术室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互相勉励一下 我先早晨8点钟进手术室 她先去偷袭的 就是我进手术室的时候 她不知道 她先偷袭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说 老婆 说我不能看到你进手术室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一起出来 然后我心里听了 有点难受 但是我也 不能在她面前 表现的那个样子嘛 然后我跟她说 我说别担心 没事 我们肯定会好好的 然后我爸爸把我 一直退到那个手术室嘛 我手术四个小时吧 就是我还没出来之前 大家提前半个小时进手术室了 中午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样 那我下午出来的时候 就是眉眉复复 就是醒了 然后我就问我爸 我说 我老婆有没有出来啊 我爸说没来 还早着呢 要到下午五点多钟嘛 出来了 然后出来以后 我也看不到她 她也看不到我 因为我不在一个病房 然后到了第二天 她发微信给我 第一句话问我 老婆你疼不疼 我说怎么说了 怎么可能不疼呢 我说没事 我能撑得住 其实那时候是真的疼 疼的那个感觉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因为那个手术可以用那个振动棒嘛 就是麻醉师问我 你用不用 我说用这个多少钱 他说要多好几百来 然后我说不用吧 他说你能受得了吗 我说没事吧 我估计我能受得了 其实那个痛感比我想象的要痛很多了 然后疼得也睡不着 我看到床头柜上有个牙刷 我就自己把那个牙刷拿下来 就咬在嘴里 就这样咬着一直撑到了早晨四点钟 就亏了那个牙刷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撑得过去 那个太疼了 你一直都是这么笑嘻嘻的吗 我这个人听众就好像挺乐观的 医生都挺佩服我的 你哭过吗 在这段时间 哭过 就是刚刚我老婆一开始 就是廖东正确诊的时候 我哭过 然后第二天我女儿就也鼓励我 那你想象我们这个家庭 爷爷奶奶他们都老了 什么事情你看都得你自己扛着 我们不要哭了 我们就要笑着活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不哭了 因为哭也没有用 他刚才说他疼成那样 你知道吗 我第二天听我岳父说 他是挺心疼的 真的 他为我吃这么多的醉 那你呢 你做完手术之后感觉怎么样 所以马上过来以后 我给我老婆发了一条信息 叫做 老婆 我可以小病了 因为我好几年没有小病了 发了一条给他 我还活着 四年了 你终于可以自己排尿了 你还活着 就这两句话 你发给他 你认为是此时此刻最大的心情 对 就是 活着好 这男人一直话很少 只说一两句实在的话 他平时就是这样 他平时就是这样 花很少 不像我 我们家的话都被我说掉了 你们康复了多久出的医院 我是刮了五天的水 然后我八天就要提前出院了 他要在医院里观察 就是观察他身体的排疑反应 但你不可能 你至少刀口 你也不可能好那么快 五到八天 他在那边一天都好多钱 然后我说我就提前回家吧 我回来的时候是躺在那个车上 然后回来了 在家里过了两个礼拜吧 他那边又要出院了 但是出院以后也不可以回来 还要在那边观察 就是床位紧张 也省钱 更重要的是省钱吧 然后医生就要么你们实在 那个就在外面住个房子 在那边观察 一个礼拜要 最起码要来检查三次 然后我跟我爸说 要么还是我吃吧 我爸说你还没恢复好 你能吃吗 我说没办法要 那我也要吃 我说我不吃 我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天天打电话要问怎么样怎么样 心是揪着的 然后我爸跟我没办法 就跟我说要么我送你吃吧 然后我就躺在那个大巴车 我跟那个驾驶员上了 我说你就给我两个位置吧 一个人摘两个位置 我就躺在那上面 一直躺到那个上海 然后办出院的时候 我一只手还要按住这个伤口 疼哦 有点疼 办好了出院以后 然后我们就在上海那边租房子 租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面就是每周要吃医院三次 一大早就要吃抽血化验 然后下午才那个结果出来 就是早晨我跟他一起吃 然后下午我再趁车去那个医院 拿单子给医生看那个检查报告 去年夏天那时候吃七月份 温度挺高的 有一天我吃的时候 竟然都中暑了 回来我就浑身浸涂了 冷汗热汗是一几冒 然后我老公看到你这个样子吓坏了 说你怎么了 太热了那天 但是还要一个礼拜要跑三次 这一个身上背着20公分刀口的人 在三福田你还要跑来跑去 而且在异地 不光是要跑来跑去 你要给他做饭吧 做饭还要给 还要洗衣服 因为我那个是刚刚手术 也没度长时间嘛 洗衣服 我又舍不得给人家那个洗衣机洗 那个出租房旁边有那个收费的 洗衣机可以洗 我就自己洗 洗了两天 我的手再全部都起泡了 然后我老公看了说 不行 不能这样了 你这个手吃不消的 怎么能这样洗呢 要么实在不行 我就两天洗一只找吧 早洗一点衣服 这个大夏天的两天洗一只早 人都不都瘦了嘛 你找到一个 特能省钱特别过日子的女人 特别坚强 而且最关键的是一点是 就她所说的这些 在我们常人看来不太可思议的事情啊 她一直是笑着说的 对 你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 对了 啊 她一直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人 但不管那段时间有多艰难 至少是越来越好了 对 你一直以来是乐观的 她一直以来是沉默的 你从你结婚那天起 你觉得这个男人一直以来对你怎么样 对我挺好的 有你对她那么好吗 有啊 有啊 嗯 那她有没有不成熟的一面 有的时候 她可能是为了向我证明我自己能出事了 能工作了 她的朋友啊 就来叫她一起出事吃一下 我就挺反对的 我说外面的有的饭你也不能吃啊 也怕感染 我说你在家里不要出事吧 她不听我的 我就挺生气的 我说你也不怕感染吗 她说我身体挺好的 没事 我自己会小心的 身体里面有一个老婆的肾 什么感觉的是 好像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什么事都信心相当吧 觉得自己幸福 那肯定的 今天为什么要来感恩 以为吧 就是两个月起嘛 我老婆就是受欣慰委托 是到小学里面做一个那个专老 爱友到的瞬间 就那一天我夜里 十二年了嘛 突然发高烧 四十年度高烧 我打了电话给她 但是我就人就昏迷了 第二天在医院我醒来 看到我妻子怕在病床上 浑身是你 这板子上都有划算的痕迹 但是医生跟我讲 你这四十年度高烧的话 你就是及时上来 不上来的话 对你生命肯定有影响的 但是我看到妻子那个样子 我内血都出来了 真的 你心里是不是这样想 就跟妻子下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 我都还在一起 是 有的人在一起 共用一个圣 共同走完人生 所以说这一个圣的故事 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整个访谈都很平淡 没有特别强烈的情绪 仿佛就是他们之间本来自然然发生的 也是每个夫妻都应该做的义务 这一点是让人感触最深的 来 三位老师 你们对于故事的解读是什么 这是我见过坐在感恩席或道歉席上 最沉默的一个人 可能跟您的性格有关系吧 有时候语言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所带来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的神迹就是在于 当他坐在这里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很多的东西 就已经呈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 但是我觉得光感动 不是能够回馈爱的最好的方式 回馈爱最好的方式 是让爱我的人也感受到被爱 而这个被爱不是嘴上的被爱 光慧说的那是猪八戒 光慧做的是孙悟空 这两个如果能够结合一下 我觉得那未来才能够又幸福又安全 谢谢你们来了 首先被你震撼的是减肥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减不下来 是因为我们减肥是为了漂亮 而你是为了救命 不漂亮还可以活下去 要是减不下来肥就救不了你丈夫 所以你拼了老命的去减肥 三个月减了三十斤 真的很佩服你 另外呢 当这个事情来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的那股韧劲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突然一下子你就变得刚强无比了 你可以去搬砖 然后患上那么大的手术以后 不用麻药 然后还可以顶着20公分的伤口 八天就出院 所以人有时候被逼到一个份上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事情咱们是做得出来的 这种潜力是无限的 今天非常的感谢你们的到来 因为你们的到来 把你们的爱和你们的力量 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就像你们的村民 为什么愿意给你们捐款 因为你们让很多人 都感受到了这份力量 感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谢谢 一般遇到这个体材 我们往往会期待一个壮怀激烈的故事 惊心动魄 生死之间 你们俩非常的出人意料 把一个有关生死的故事 讲得如此的平淡 甚至我有时候觉得 以老公这样的表达 不适合上电视 但后来我觉得 我们习惯重口味的一些表达以后 是不是也有一些缺失 比如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平淡 安静 过日子嘛 当然 作为一个尿毒症的家属 我理解 这样的平淡 这样的安静 需要多大的力量 多大的勇气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妻子不是个寻常人 做到节目的最后 我特别羡慕老公 那三个女人 虽然都是亲人 无论是年迈的妈妈 还是年幼的女儿 还是跟你相濡以沫的梯子 都跳出来给你捐身 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 来托取你的生命 虽然命运对你不公正 给了你一个残酷的疾病 但是 给了你全天下最好的亲人 婚姻根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婚姻也不是一加一大于二 婚姻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一 很少能完成这样的融合 最多能够举暗其眉 相敬如宾 你们活成了一个人 所以自然都是妻子在表达 丈夫一直在沉默 但他完全有资格代表你表达 因为你身上装着他一个关键的零件 患者的最高境界 就是活成正常人 珍惜这一切 携手去开创更美好的生活 宛如你们今天的样子 凭静如睡 把感动留给我们 把凭静留给自己 这是一个患者最高的境界 谢谢你们来了 如果这件事情反过来 你能做得像你妻子一样 我肯定能做到 即便很多情况下你能做到 把自己的肾移植到对方的身体当中 用来救对方 但你妻子可不仅仅只做了这一点 他在自己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 他几乎所有的心思还在你身上 这是真的以命换命 你明白吗 虽然我能够理解有些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会内敛一些 会粗糙一些 男人总是说我爱你 不需要说在嘴巴上吧 但是女人是需要的 明白吗 既然女人需要 咱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 把你这段时间的所有的内心的话都说出来 谢谢你来 老婆 这些年 迷你外外 让你思苦思虑了 如果没有你 我活不到今天 我这个家也就破续了 因为你的执着 让我感觉到活着正好 老婆 我会给你幸福的 我们以后的日子会很幸福 很难免的 老婆 我爱你 永远爱你 其实夫妻之间 一家人之间也不要说 是这么客气 我知道你那个人性格比较内向 不怎么爱讲话 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是很好的 我们肯定会把这个家维持下去 肯定跟女儿一起 我们以后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相信你 虽然救了她的命 其实对于你来说 也是一次完美的蜕变 你以前不会想到自己有这么勇敢吧 能三个月减三十斤 能敢于拿出自己的一颗肾 救自己的爱人 所以说人生当中每一步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历练 都是一种改变 但是当别人给予我们一些 生命当中的一些帮助的时候 尤其是生命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的确要在生活当中 从各个细节当中去感受的 去回馈的 来 把你的礼物放在礼物传送带上 请转动礼物传送带 来 差礼物吧 老婆 还记得当时你为我 扯治病的请 你把你的手指都卖了 今天我会赚钱了 为你们来准备一切 因为我们两个人 亲亲看看平平安安 希望我们永远都幸福 好 老婆 够了 来 到这儿来 老田害羞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田志宏的真实 田志宏被评为 2016年中国文明网 中国好人 今年才37 他比我还小三岁 这个圣活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得让他活得越长越好 好不好 牵着妻子的手回家去吧 好 谢谢你 好嘞 谢谢大家 老婆 这些年 里里外外让你思苦思虑了 如果没有你 我活不到今天 因为你的执着 让我感觉到活着真好 老婆 我爱你 遥远爱你 也许韩爱国确实是一个木讷的人 但我希望在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激起你心中波澜的时候 我们最好还是能够让对方知道 我内心是如此的爱你 你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不要求每一个妻子都像田志宏那样 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对于自己的爱人 一定要做到忠诚 不离不弃 好的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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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